各位老板各位老乡还是12月3号 今天上午跟大家聊完之后陆续收到了国内来自各个平台的相关报道 有各大医药公司医疗器械公司 消杀用品防护用品集中采购的名单已经发布了 更让我比较关注的吧 就是哪里有瘟疫哪里就必然出现的 中国瘟神钟南山 钟南山团队昨天宣布自家最新的科研成果 是一款用于儿童的莲花清温颗粒 据钟南山团队说 最新研究出来的莲花清温颗粒 治疗儿童的支援体肺炎的有效性达到96% 是不是跟2019年说他家的莲花清温 对新型冠状病毒的体外杀灭率是完全一样的 我估计他就是把药名给换了 搞都不用改 更何况人家是狗尿台长在筋乱垫上 背后有上方宝剑 所以他家研究的药只需要用嘴就可以了 什么双芒什么临床本来就不是中药制剂该有的东西 中药制剂就是老子说了算 老子是权威可以了 但是我现在真是想说一句啊 这个老天啊是真他娘他不开眼啊 就钟南山这老B养的祸害死了那么多老人 祸害死了那么多年轻人 呼吁打疫苗是吧 一针两针三针四针加强针加强针 现在呢除了呼吁打疫苗之外 又开始啊拿一款毒药来祸害孩子 放过孩子吧 这句话是鲁迅时代写出来的 救救孩子 但是呢咱们喊也没用啊 是吧 这批孩子99%以上全是他娘的打过疫苗的 而且都是在自愿的情况下打的疫苗 不然也不会爆发这么严重 台湾已经对入境的中国人做核酸检测 今天中午公布的一组数据是 一共检测了53人 有23个是新型冠状病毒呈阳性 所以老王之前的判断是完全没有错的 这一波的感染的确有支援体肺炎的病毒 病菌是吧 并且支援体就是很正常的流感啊 在人类社会一直存在的东西 每年都会有两次的流行 它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跟已经变异了多少次 或者迭代了多少次的新冠病毒结合起来之后 以及新冠病毒引发的人体免疫系统的紊乱 IDE反应是吧 才造成了这个局面 那么这些人死 这些人致残 这些特别是孩子吧 你说这个责任由谁来付 前几天 12月1号嘛 新冠爆发或者瘟疫爆发 四年长的时候老王还单独吐槽了一起 说如今的国际组织 什么联合国呀 什么世卫组织 解散得了 是吧 你们都是该为此负责的 但是现在呢 没有 完全没有 并且呢 我现在连老天我都想吐吐槽了 太不开眼了 这个世界越来越让老王觉得 没天理的事太多了 是吧 每次一聊到信仰啊 或者有朋友啊 想介绍我啊 或者是让我皈依 或者是让我受洗 我总是在心里有那么一哥的 你问我有没有信仰 我我觉得我应该是有 但是你让我去跪在哪个佛像 哪个雕像 哪本书的面前 可能目前还办不到 办不到的原因就是这个 钟南山这种人 竟然还没被雷劈死 竟然还没被什么病魔给战胜一下 竟然还能活得这么滋润 这个世界还他娘的有天理了吗 是吧 有太多太多的人啊 真的就是该死了 像上海的这个雪草姐 那是出的车祸呀 是纯粹的意外 而且是叫突发的意外 我看很多洗地的博主啊 都没注意一下 他的那张病历 都看病历上写了密密麻麻的各种破裂 肝破裂 肝出血啊 大动脉啊 什么的 你看一下那个科室 那个科室叫什么 是他娘的肝移植科室 他的那个肝就是创碎乎了 那就是缝都缝不上的玩意儿啊 那想要救活这个人 就一个办法 立即换肝 几个小时之内 必须换完 哪来的呀 是吧 肝都存在那呢 啊 肝 心 肺子 跟超市一样 到那就买一个 回来就能安上了 对吧 在外国需要几年配型的东西 在中国 可能最快几秒就能完成配型 几天就能给你找到供体 是吧 突然某地有个年轻人啊 突然倒地脑死亡 只要脑死亡就算死了 中国还要把这个东西立法 立法 只要脑死亡 就是人就死了 你再把它大谢八块就不犯法了 这他娘的叫天理吗 是吧 这他娘的不就是地狱吗 特别是这个雪曹姐这 突发事件都能立即完成配型 直接找到供体 那就一个结果 大家都去过菜市场吧 菜市场 卖土鸡的那边 有一个卖法叫限杀限卖呀 你这边完成配型 一个电话 那边就切下来了 大家去看他爹那个飞机 他是一上海人 从上海包个飞机 直接飞拉萨 怎么就没直接飞回上海呢 按理来说 上海的医疗资源 肯定要比成都更好 原因是啥呢 就一个原因 四川 有个人 突然倒地脑死亡了 仅此而已 所以 你说 所谓的官兵现雪也好啊 弯流飞机也好啊 什么警车开道也好啊 重要吗 不重要 重要的是啥 重要的是 看看谁没了 对吧 这个杆哪来的 为什么他只说被现雪了 没说自己换了杆呢 那么这种人 为什么还能活着呢 老天 为什么还能让他醒过来呢 这就是老王心里的疑虑啊 为啥呢 我也不知道 我只能恨自己无能 是吧 只能在这打打嘴炮 逼逼两句 杀杀乏子 痛快痛快心里 仅此而已咯 那么 你在这种情况之下 让我去 哎 相信 这个世界上还有道理 还有公义 相信恶人自有恶人魔 哼 我不信 恶人会活得很好的 要不干脆 以后咱们 也别 讲什么道理了 咱们一起琢磨 怎么作恶吧 这个世界的道理 也许 就是我们没有发现 或者我们不想承认 这个世界的潜规则 就是 谁恶 谁邪 谁更能 丧尽天良 谁就活得更好 哎 另外 今儿我看 有朋友给我留言 我说 新款病毒不是要来了吗 搞不好 今年 这个年 又跟2020年 那个年一样啊 大家又被封在家里 又要去抢菜 又要做核酸 又要打疫苗 这个世界也会再一次被按下暂停键 啊 瘟疫来了吗 是吧 有个朋友留言 哎 这个视角挺好 他觉得 是该发生瘟疫了 另外一个阴谋论啊 想当然 美国正好也又开始大选了 又到了投票的时候了 如果没有瘟疫 就没有办法邮寄选票了 管他真的假的呢 咱们就聊这么一句啊 万一 老王这乌鸦嘴 又他娘的 说准了呢 是吧 好吧 今儿就聊到这儿 咱们 回见 朋友们好 我叫王爱国 咱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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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好